喔~~可以了 可以這樣噴,應該就可以算是飛行啦 噴射器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只有金錢的世界 上一次呢,我們在底下蓋了一個小小的刷怪塔 然後這邊已經自動化還不錯了 我們先用漏斗先漏了出來 然後這邊呢 就是讓它延伸出來 它這個掉落物比較能衝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做那個 無限的把東西繫外的東西喔 那這邊還做一個效應器喔 怪物死掉才不會太吵 這邊算是已經簡單自動化了 那它這邊掉落物就超多 那這邊有很多弓箭 喔不過這一包沒有自動整理背包耶 就是東西好亂喔 我們之後可能要加裝一下 然後這邊就可以獲得一些獎勵箱 這個我們就要手動去開 不然就是我們要做一些那個自動開箱子的裝置 那這個呢 欸,紅雞蛋 好,這邊其實裡面的東西超多 所以這個手動開會蠻麻煩的 那這邊有一些比較不同的礦物類的寶箱 哇,這我們之前都沒有買 所以這個箱子可以讓我們省很多錢耶 因為這些通常都是用買的 那買的話一個就幾百塊這樣子 我們現在發現我們的錢 其實真的要省一點耶 因為現在錢是越來越難賺 所以錢能省就省 用錢去換ENC的話是非常不划算的 所以這邊我們都可以存進去 之後用ENC再複製出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蛋也可以放進去 那這個箱子是沒有ENC的 所以沒辦法用複製去開啟 然後這邊有一些稀有的箱子,開開看 這個是什麼呢? 哦,蘑菇 哦,植物類的嗎? 橡膠樹苗 這些樹其實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用到的 然後我們可以先放著 那稀有的 紅石水晶鏟 怎麼好像沒什麼用 鑽石 物品,誒 物品收集器 誒 這一台好像可以用耶 我看一下 哦,這個通量網路 這個是無線電力的樣子 呃,所以這個可以收嗎? 這樣有收嗎? 好,我試著把東西丟出去 哦,哦 哦,有耶 收進去了 有耶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用了耶 我們就省了一大堆步驟了 這個我們就是 東西在附近它就會自己吸進去 好 它應該有一個範圍,但 目前看不到 可能需要有其他的裝置 好,總之用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省掉做它的無線吸物品的那個裝置了 那大家可能發現我們左上角的ENC 已經來到2點快要3G了 3G呢是30億的意思哦 我們現在每秒賺了270萬的ENC 對,我這邊做了一點投資 因為它這邊呢有這個 Project E的擴充模組 這邊呢就是陽紅物質在一直往上升 就是有各種強化的物質升上去之後呢 我已經做到綠物質 這個一個就值10億 哦,那這個物質呢 再拿去合成這個自動收集器 它就是會產生ENC哦 所以這個一秒呢可以產出65萬的ENC 我這邊算一算呢 我們巧妙計算呢 大概要多少才可以回本呢 你投資1.6億進去買一台 然後你只要把這個收集器呢 放出來世界大概2400秒 也就是40分鐘左右呢 哎,就可以回收 你就可以再賺回它的成本 然後40分鐘之後 然後每秒都是在賺 都是額外在賺 所以它就是一個投資啦 所以我這邊做一個收集器有沒有 它就是放在旁邊 然後就灌進去灌進去 它其實用最初階的基礎能量接口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呢就是很好賺 現在每秒又賺了300萬 所以因為我們每集其實都拍蠻久的 我們在發展其他模組的時候呢 哎,這個就可以邊投資邊賺哦 一開始大家有推薦我們做一些綠寶石小機 小機其實也蠻快的 但它一開始要配種是有點久的 要把它配到10時時綠寶石機 然後要再讓它 呃,配種到這個綠寶石機要一點時間 然後我想說機的話就算了 就是這樣升其實是沒有很快啦 如果沒有時鐘加速的話 它的速度其實跟我們的這個 綠寶石這個加速其實差不多 也許這個還比較快 但它就是需要吃電跟一些東西 那機的話就是不用任何的材料 它就是可以無限擴大 它不用任何的燃料或電力 也是比較簡潔,比較省錢 但我覺得速度上來說 這個之後應該會比較快一些些 不過這個擴充比較麻煩 啊,總之我們現在呢 就是直接投資這個收集器就好了 現在這個真的是很多 我們就可以買一台了 我們這邊其實可以再升級上去了 我們先放著 好,那我們今天要發展的是 怪物搗碎機的升級 它這邊呢有很多的 各種升級 我們這邊其實都各做一個就可以了 有傷害的啦 然後這個搗碎這個搶奪 然後火焰附加亡靈殺手 反正都是加傷害 然後還有掉頭率的 這我們就全部都做一個 然後把它複製成10個 這樣我們所有升級都完成了 有6個總升級 喔,任務也完成了耶 那這邊呢我們全部複製一下 然後我們放在這個搗碎機裡面 這邊最多只能升級10 欸,我們少做一個嗎? 欸,欸,這一格是什麼 傑之克星,啊這個沒有拿到 少拿一個 那這升級之後 效率會非常的可怕喔 這個一次10個 它的掉落物會很多 東西會一大堆 然後這邊很快就會爆滿了吧 然後我們這邊把它整理一下 喔,欸,掉安德的頭了耶 安德頭可以做什麼 呃... 好像還好 好像沒什麼特殊用途 我們現在要的呢 是想辦法做出一個終界之星 所以這邊我們發展這個 深度的怪物學習 我們要有一個空白的數據模型 欸,等一下,它這個不是紅石耶 這個是灰炭紅石 需要一個煤炭磚 這個什麼特殊的方式 所以我們需要煤炭磚 嘿 喔喔喔,有了 它是用紅石放在這個煤炭磚上 它這個沒有EMC,沒辦法複製耶 要自己自己敲自己敲 那這邊就現在合成這個空白數據模型 我發現這個模組的東西 都沒有EMC耶 有嗎?沒有 完了,這個都我們要自己做 然後這個好像會吃電 這邊模擬成本是吃電的 電我們很多 總之就是可以產生戰利品的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用空白模型去抓怪嗎 我來試試看 這邊要抓怪的話 這個先關掉 那我們等怪 等怪出來 我們這邊抓個殭屍 各種的它就會變成我們這個殭屍數據模型 然後這個呢我們再放到模擬室啦 或是戰利品 模擬室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產出特殊的物質 然後有一些特殊的 這個奇怪的物質 這是什麼,有一些稀有掉落物的樣子喔 好,這邊有怪了 這邊的是苦力怕 不要爆 要怎麼用啊 這個要怎麼抓它呢 礦白數據 喔,不用抓耶 它其實 只要放它的掉落物就可以了 但是安德的話 安德放個火藥,啊那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抓怪 好 我們只要先取得它們的掉落物就行了 不過這邊不管怎麼看呢 我們要獲得這個地獄之星 都是至少需要有凋零 所以凋零頭顱 我們一定要獲得這個 才有辦法做出一個地獄之星 那至少有兩個頭 然後這個我們可以合成 其實我們可以自己召喚去打啦 欸應該打得贏吧 我們現在裝備 應該可以做出一些OP的裝備喔 紅物質裝應該就夠打了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這個頭 因為要去地獄 地獄的話空空的一片 不過有人跟我說 地獄好像其實有堡壘的 但好像很遠 我們可能要用會飛 所以我們之後可能要做個會飛的 戒指 直接飛過去應該比較快 所以目前我們先來整理一下這個箱子好了 我們之後應該是自動化 讓它把東西都漏進這個轉化桌裡面 先來試試看這個獎勵箱開箱器 那這邊物品要傳的話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自動過濾 試一下喔 你會自動把箱子放進去嗎 喔不會 好,我們要做個過濾 這樣子呢 喔有了喔 有再存進去囉 欸這邊儲存是儲存 嗯?它怎麼沒有開 你不是說你是開箱器嗎 它儲存了 那我們要怎麼讓它開啟呢 喔 有了有了 再接個管線出來 它就會 把東西露出來了 喔有喔 它就自己開了 OK這樣這個就搞定 那再來就是 多餘的東西 然後拿去轉化成ENC 這邊就放個個人接口 這樣子就會存進去了 有沒有 東西就慢慢存進去了 那這邊當然要再加點數啦 堆疊跟加速 這樣應該就快很多了 不過有一些 不能堆疊的東西 我們要做個過濾耶 像這個 下級精華 會卡住 確認一下 還有什麼 OK搞定 好像裡面目前會得到的就只有這個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過濾一下 這個變成黑名單 這樣子箱子跟這個下級精華 都不會漏進去了 然後這個呢 應該也不用 喔喔 全部開完了耶 這個其實慢慢開 一大堆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各種顏色的蛋 活化啊 好像沒有比較貴 或是珍貴的東西喔 有一個破礦石 這要買也是貴喔 喔 這個也好貴喔 這樣我們都先把它存起來好了 喔對了這個好像還沒有介紹到 我們今天做一個全自動化的這個 幸運蛋生產機 現在有在運作嗎 有有有 這邊就是兩個自然生蛋 自然生蛋 然後存進去 然後這邊呢是自動化的 魔羽毛 這邊自動產生一大堆羽毛 然後這邊是產生容量 能量 然後羽毛全部放進去 裡面有超多羽毛粉 然後剩下的纖維呢就拿去燒 變成這個塑膠 總之自動化變成一大堆的幸運蛋 這邊已經一千多顆了 一千多顆 但 這裡不知道還有沒有我們需要的東西 應該該有的都有了 那如果這邊我們要用飛的 然後去地獄的話呢 這邊應該好像可以買得到耶 天使戒指 五萬塊 呃這可以合成嗎 天使戒指 喔好像是可以的 用這個背包 強化背包 但還有一個魷魚 這邊通常是自己用戒指去抓 不過目前 這個好像 好像沒辦法 合成方式改了 今天需要特殊的背包 需要一個飛行背包 欸 其實有背包可以飛的話 好像也是用 雞翅膀 哇 這要從雞翅膀一直升級上去耶 那這邊我們先來試做一個簡單的背包好了 這個初期的背包是鉛的 那它需要銅、鉛、硫磺 應該是做得出來只是材料有點多 然後這個呢 呃這個是 黃金 這個都有 鉛 主要是鉛 然後這個是鉛齒輪 好 這個呢是銀 喔我們大概需要四個新素材 然後其他的應該都做得出來 好但這框我們好像沒有 所以要用買的 所以來看一下 銅 銅一百塊 然後銀一百塊 跟鉛 好這也買完 再來是硫磺 硫磺的話 好像用地獄石去磨碎就可以了 地獄石我們要獲得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賢者之石加八個砂利 這邊呢我們可以把砂岩 砂岩用這個賢者之石來轉換一下 欸欸 這邊有砂利了 我們一開始居然連 呃不是 它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普通的砂利 等一下喔 那個鎬子該不會一百趴啊 喔不會 再用賢者之石呢把它轉換成地獄石 OK 這樣我們再拿去磨碎 這樣我們的基礎材料應該都準備好了 我們等一下就來合成一下 那這邊還要先做一台這個磨粉機 這邊會用到錫錠 有點是另外一個礦物了 這個我們先把這邊都複製起來 這個感覺也是任務之一耶 我們之後應該會用到很多 然後銅也要 銅齒輪之外呢 紅石接收線圈 這個也用到蠻多的 我們都先複製起來放 先做好一個磨粉機 然後來這邊磨個粉 這邊一樣吃電的 然後把這個地獄石磨一磨 好啦那接下來做它的背包 有了這邊有兩個磨環 它的機率還蠻低的 這樣我們材料應該全部都準備齊全 我們現在做這個通量的 這個基礎 然後再來呢做它的推進器 這個我們材料剛剛都準備好了 然後再來是一個皮帶 我剛剛也準備好了 有了 千十飛行背包完成 需要八十萬的電 那 欸 懸浮模式禁用 啊這是我可以飛還是不能飛呢 該不會被禁用了吧 拿去充電一下 不過這充電速度還蠻慢的 我們先看一下這樣五萬的電 放在背包上 然後 喔可以了 其實我們這樣 可以這樣噴 應該就可以算是飛行啦 但沒有像 那種翅膀或是什麼 戒指這麼簡單 不過應該也夠了吧 能量應該 消耗也沒有很多 好像可以耶 所以我們做這個背包就行了 噴射器 但是這個背包 它目前就可以再升級成另外一個戒指 我來看一下這個小雞戒指 有用嗎 我們先複製個 小雞戒指 能不能戴上 就就就就可以 就可以飛行了嗎 戒指 欸 喔這個好像只有緩降 這個只能讓你緩降 而且還有時間限制 欸小雞戒指反而比較爛耶 那其實我們做個噴射背包 往上飛就好了 可是有一個可愛的小翅膀就是了 那這個之後還可以再升級成這個魷魚 這個就可以噴射了 那要自由飛行的話還要再升級上去 那就是要做它的三種的背包 這樣其實我們直接戴背包就可以了耶 好啦我們下次再看看要用什麼方式 就是飛去這個地獄去探一下那個堡壘 那重點是我們要去打凋零 去抓個這個凋零骷髏 這樣我們就可以獲得地獄之星的材料了 那在我們發展的途中呢 我們夜夜星已經來到150億了 這邊可以再升級一次了 這邊綠色再升級上去呢變成黃色 所以這個我們就一直升級上去 然後這個呢我們就不用放那麼多台 因為它這個就是越上面 呃其實它的頻率它的這個什麼幅度是一樣的 就是它的CP值一樣 喔但是越高級它就是越省空間 我們就只要放一台就好 那這邊黃綠物質再升上去呢 我們來看一下變成什麼色呢 變成黃物質 顏色越來越多 這個我記得有到15的MK 就是有15代喔 這個每一代都是不同的東西 那我這邊再升級上去 每秒能產出1000萬的ENC 哇所以有了這一台 我們之後就是直接用這個 哇量好多喔 真的就是ENC有空就放一放放一放 所以這個一直提升上去 這個就是幾乎是無限囉 好的那我們這集呢差不多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呢 別忘了在下方按個喜歡喔 我們下次再會大家掰掰